2018年张绍涵力排众议 翻唱赵雷的阿雕震惊全场 先前又高傲嗓音 惊艳了在场所有歌手 当张绍涵被问为何选这首歌时 他说自己就是歌中的阿雕 我为什么会被他的歌词所吸引 因为我觉得阿雕很像我呀 连李旦都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福 看一看张绍涵的人生 就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看一看张绍涵的人生 你就觉得自己 我好幸福啊 我这么幸福 那么张绍涵到底经历了啥 母亲在她做手术时 转走全部财产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在你名字下 是在你母亲的名字下 还在媒体面前控诉张绍涵 不是赡养父母 我没有指望过他们养我 可是你应该做 而你的 你怎么可以公然的说谎 说你妈妈拿走多少钱 2008年 初代巅峰期的张绍涵 突发心脏壁回加拿大休养 母亲彻底撕下慈母的面具 不但不担心女儿身体 反而趁你病 要你命 当初张绍涵出道多年的财产 全交给母亲打理 只给自己留一个月生活费 结果张绍涵找母亲要钱做手术 却被告知没钱 最后只好找好友借钱 才渡过难关 当赵绍涵回台北 发现家里早已被贴上封条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多年积蓄已被母亲转移 只留下一碟账单 可这只是母亲的开胃小菜 不久后张母索要赛养费无果 连同张绍涵父亲跟媒体爆料 张绍涵兴趣向有问题 经常碰不该碰的东西 同时配上张绍涵大病期间素颜账 让对方搬出豪宅 并每年支付150万赛养费 然后那时候狗仔是一个月都守在我家 然后我一个月无法出门 也没办法买东西吃 媒体天忧加速的报道 舅舅随即落井下石 对媒体控诉张绍涵气养哥哥 连一袋泡面都要吃三天 导致张绍涵从歌谈天后 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尽管他一再澄清 还公开咽尿自证清白 但都无济于事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我就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对于这样的指控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非常失望 即使这样 张绍涵还是没躲过舆论的指责 新细财产的张母新生遗弃 要找张弟弟见面 商量无果后张母当街打骂 当天正是张绍涵29岁生日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他说雪中送炭的人很少 欢迎无奈 张绍涵姐弟三人 决定与父母彻底断绝关系 平称那笔钱 可以让爸爸妈妈 过上很好的生活 从此不再联系 三个孩子都与父母反目 让外人重新开始审视 到底谁才是受害者 本以为可以暂时 过上平静的生活 却又被好闺蜜范尾琪插了一刀 你绝对不知道 张绍涵落魄时 接替他最多代言的人 不是范尾琪 而是Angela Baby 然后想到当年 张绍涵凭隐形的翅膀爆火 一举的雪智红 还在跨年晚会上 与学生合唱 同姐野心的翅膀还成为高考作文题目 成为一代人的专属回忆 不仅如此 张绍涵才作为昆明站62号火炬手 参加奥运火炬传递 成为弯弯史上第一个火炬手 可以说张绍涵当时 与蔡英林 肖雅轩平起平坐 就连韩红都很喜欢张绍涵 而Baby留下的却是一堆 辣眼睛的照片 当张绍涵被周杰伦 攀不起眼的背景板 然而 命运横开给两人 来了一次大喜牌 张绍涵被母亲造谣 丑闻缠身 Baby以黄晓明相爱 顺利接手张绍涵的代言 但大家却选择去忽略这件事 反而把罪全部都推在范尾琪身上 当初张绍涵报过后 从逛街到工作上台 只要有 歌颂两人的友情 但张绍涵万万没想到 自己好几名会落井下石 张绍涵事业低谷时 范伟奇却接下他的工作代言 甚至还发微博 做人还是不要满口谎言的好 家人的感受最要紧 以此来内涵张绍涵 还挖走张绍涵的小助理 给老公黑人用 不仅如此 范伟奇助理还下场 煽动粉丝网爆张绍涵 让对方痛不欲生 更起人的是 明明做了这么多 伤害对方的事 范伟奇还在媒体面前说 希望他能过得好 被一众粉丝调侃为双面人 而赵绍涵在公司要求下 与范伟奇同台演唱 只见他全程站在台下互动 不肯上台表演 隔着银河系的舞台 也证明了张绍涵 绝不原谅对方 2017年 张绍涵花70万 从李玉春身上 买了一个教训 当晚合照时 现场位置不够右 苏芒便让大家 往旁边移 C位的李玉春刚想抬腿 苏芒却急眼了 然而经过多次排列 最终张绍涵成为C位 苏芒看到后 直接从张绍涵喊道 你蹲一下再蹲一下 在被苏芒指责时 张绍涵也被观众骂上热搜 只言现场随便抓一个人 都是刘嘉玲 张子怡等大咖 讽刺的是 这些所谓的大咖 都没用来证明 捐款的红丝带 而张绍涵有 但70万的爱心 却没得到众人尊重 不仅如此 张绍涵参加 另一道综艺时 把细箱和流行乐 融合在一起 却被金武林怼 隐形的翅膀 是给小孩子唱的 这根挺逗的 长得特别喜欢 直接打脸 听着隐形的翅膀 长大的8090后 甚至还称大家 给张绍涵打高分 只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还怂有评委 给张绍涵打低分 看不下去的 吴克群发声回怼 不会有人比完赛之后 一直转过去跟评审说 你们要坚持啊 你们要做什么 不会的 不能够去讨好评审的 就连陶涵都两次 被金武林打零分 金武林 陶涵 零票 陶涵是谁 这就能口中 一个把RB玩都极致了人 但众人都不敢反驳 只有吴克群发声回怼 称音乐不会有零分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不应该 这是一个比赛 比赛就应该要 照正常的路去走 音乐不会有零分 这件事情 获得一片掌声 而张绍涵 陶涵 之所以会被怼 只音不红 没有资源 只能四处走穴演出 用来偿还广告商的 天价赔偿 直到2018年 张绍涵登上 歌手舞台 一首阿雕荡气回肠 仿佛倒进自己的上半身 坚强又高昂的副歌部分 仿佛屏幕后的每一个人 都为张绍涵的爆发力震探到 他又一次成为无数人的偶像 如今 功成名决的张绍涵 已在太平洋上买下一座海岛 上面装修豪华 是难得的度假圣地 就是不知道张母有何感想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会见